歡迎回到吉隆新聞的現場 許多的更生人出現之後 因為身上有刺青找不到工作 吉隆地檢署獲得了長根醫院的大力支持 提供了28個名額免費的除蚊 希望透過除刺青的過程 讓更生人能夠找回自信 重新的出發 父母養生我們本來一生白白的 為什麼我們把整個身體又毀壞掉 就會有一種身體法夫受之於父母 一句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讓雀先生回想到年輕當時的懵懂無知 今晚出現後已經走上了正途 但跟隨33年的刺青圖案 還是會遭人異樣的眼光 想要去河邊游泳 還是帶孩子去游泳池 變成自己就不敢下去 像雀先生一樣 想除蚊的更生人不在少數 但往往遇上了經費龐大 加上心理的障礙 金融地檢署結合了金融長根醫院 提供了免費除蚊的服務 28位符合資格的更生人 將有機會除去身上的記號 我們發現說其實更生人 還是受保管的人 他們在就業上遭遇到蠻多的困難 那也許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曾經因為衝動好奇 在身上死青了 可是吃在四肢的部分 就會影響到雇主 雇堂的意願 那他們也認為他們求職 遭遇到這些困難 那都希望說能夠把這些 刺青能夠除去 可是刺青的除去 需要很多的費用 那這不是他們個人 可以負擔的 那這一次很感謝 長根的醫療體系 願意協助法務部 這項計畫 金融長根醫院 除了將提供專業的療程之外 也將給予個案心理上的支持 和鼓勵 雷射除刺青 這個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那病人他除了身體 要可以接受之外 還有心理 那當初很多人 因為年紀輕不懂事 做了一些刺青的決定 那在身上留下一些印記 那今天我們藉由這個 去除刺青的這個活動 除了改變身體形象之外 最重要的是改變他們的心理 那讓他們更有自信 然後更能夠進入社會 那社會可以更能夠 更接納他們這樣 儲文的說明會上 更生人踴躍出席 金融地檢署 希望透過儲文的過程 讓個案能夠重建信心 重新再出發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